这种白色蠕虫啊 长在这个水果里面了 说可以生吃 尝一下 我们现在第二天早上的6点半左右 没睡醒了 然后要去看另外一个看起来没睡醒的动物 就是树懒 因为导游说这附近有一种树 然后是树懒特别喜欢吃的 你们猜猜看我们今天会看到几只 我们现在走了快半个小时了 然后今天我们前面是又多了一个本地的向导了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找到 他们已经看到好几棵树懒会喜欢吃叶子的树 在下面盯了忘了半天 但是好像也没有 找动物这种完全就是看运气的嘛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看到 好像现在发现了一只 看下来 朋友们据说这个树懒就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的颜色跟那个树太像了 所以其实我都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找动的向导真的还挺辛苦的 因为很难发现什么 不过还好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特别强的一个预期 朋友们我们刚刚就在这个船上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树懒 我人生中第一次清晰的看到了树懒 又一眼也可以看到 然后用望远计划看到会非常的清楚 看他的脸还有他的长爪子 他很慢很慢在动在够那个叶子 他会吃到树懒的树懒 因为从树懒的树下 它会变得更脆 更脆 我意思是更脆 哇哦 哇现在看得好清楚啊 动作真的超级慢 他好像发现了我们 所以他就一直盯着我们这个方向看 就我觉得真太开心了 就是一种 难以描述的感觉 就是那个喜悦 就是自然而然的从你身体里面流淌出来 在野外有这个寻找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图上了 突然就出现了一样一个在可可爱爱吃树叶的 感觉体会到了一点点这种寻找动物的这个乐趣 因为之前就是被蚊子咬的实在是不行 觉得我再也不想去什么树林里看动物了 感觉又看不到 但是刚才这一下子我觉得我又行了 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so if you grab some you can paint your face yeah it's red yeah it's red yeah it's like the lip balm yeah the color is good 我们的早饭上来了 这些植物都是在箱子里面 然后跟我们一起用船运过来的 吃完早餐 我们打包上所有的露营行李 向雨林深处进发 坐船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边 到时候长满这种绿色的植物 然后是在水上面 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草原上面开船的感觉一样 非常神奇 坐了两个小时的船以后我们终于就上岸了 现在我们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露营的地方 剩下两天我们都是住在帐篷里面 我们是四个游客 然后搭配了四个工作人员 一个向导一个本地向导一个厨师 还有一个开船的 对 特别多东西 所以最早我们会觉得 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 因为好几千块钱一个人 然后现在看了一下 我觉得四天 如果这么多人力什么的物资 其实我觉得价格根本就不算特别贵 我觉得 我们今晚要住的帐篷终于搭好咯 朋友们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你们猜一下这个小帐篷是干嘛用的 请打在屏幕上 现在我来揭开谜底 这是他们专门给我们准备的 可以上厕所的地方 挖了一个坑 然后到时候把它填满起来就可以了 朋友们我们下午的徒步要开始了 今天下午要去找的就是亚马逊里面的一个 乌龟 然后明天呢 我们会去找叫做卡门厄 最后一天我们就会去钓食人鱼 我们现在又重新走到了这个雨林里面 然后看动物嘛 其实都是挺随机的 也不知道现在能看到啥 朋友们我们刚刚一路上发现了几只猴子 但是它真的 因为这边的树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高 猴子都在这个树的顶端飞来飞去 然后树之间还有遮挡 所以根本就拍不到 朋友们如果你们想拍好看的动物的照片 雨林的照片 一定要有个好点的镜头 我们的镜头是最基本的那个头 根本就拍不到很远的东西 你会不会看到 它会有踩在那里 它会踩在那里 踩在那里 真的吗 这应该是我们大概在4年里 他们在这里 在这种树子里 在那里 他们是在在这里 如果你想摆下鸡 你必须要确实在哪里 因为它们会刺 很重啊 虽然这么小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生命的重量 药 沙巴哈 那是沙巴哈的 那是他说的 你可以嗅一下 不要吃它 但是嗅一下 它是酸的 嗅一下 嗅一下 很好 可以吃它吗 你可以吃它 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 但是无法吃 无法吃 无法吃 对 你想试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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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生命的 它是生命的 它是沙巴哈 其实就是一种白色蠕虫啊 长在这个水果里面了 说可以生吃 尝一下 你说什么 不错 它是像 葱葱 我认为是 葱葱 葱葱 好吃 很神奇 很好 你必须试试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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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是不美味的 哈哈哈哈 可能你试试 再试试 再试试 那些是比较好 哈哈哈哈 现在越来越黑了 蚊子越来越多 但是全副武装 虽特别热 而且一直低着头找 颈椎也觉得好累 但是有的时候一抬头就会觉得 我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都很好奇 就是我们来到这么雨林中央的地方 根本就看不清任何的路 就没有路 我都不知道这个巷岛怎么带我们回去 就太神奇了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晚上 蚊子越来越多 我只好把口罩戴上 防止它们飞进我的嘴里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全都已经身心俱疲 突然 这好像是南美洲最毒的一种蛇 太小发了 我们刚刚走过一个灌木 然后一条蛇在那个灌木上 然后我发现了它 我刚刚跟谢老师这两条蛇 他跟我说不要动 刚才没当回事 因为我们所有人就这样走过去 然后他跟我们说 这是最毒的蛇 南美洲最毒的蛇 因为其实他前几天 已经跟我们说过这个蛇的问题 但我没想到 我们真的会遇到 现在已经准备了 它的名字是Ferr de Lanz Ferr de Lanz 我们又看到了一条蛇 据说这条蛇是 亚马逊最漂亮的蛇 我看到它 有朋友知道这蛇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的话可以一旦沐山告诉我们 我们安全地回到营地了 还挺刺激 刚回想起来 那个蛇真的让人挺后怕的 就是万一万一它咬到我们 真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时候都没想那么多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后来我回城的时候 我那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小心 就一直在看那个地 就怕再有蛇会冒出来 真的 就是有点胆战心惊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甚至把我的银行卡密码都给告诉小潘了 因为我就怕万一我 我被蛇咬了挂了 那它还有个保障吧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 你刚刚跟我说的时候 我都惊开了 什么情况 可能是我又给自己加戏了 真的还挺有意思 今天先睡个好觉 刚刚向导还特意提醒我们 回那个帐篷的时候 一定要先照一圈 因为那个蛇 可能也会出现在你帐篷附近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种更多的水 这种更多的水 我喝的时候 因为它有水 可以吸引 是 平均 沙